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件旧文 上海一位卖这个灯具器材的老婆 在上海经营数十年 期间结过两次婚 其实老人也是蛮孤独 蛮悲惨的一生 他与第一任妻子结婚 实际上也是一个二婚的 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之后 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老婆又娶了第二任 而第二任也带来一个小姑娘 一个女孩子过来 一起共同生活到老人去世 而老人重病去世期间 都是第二任的女儿在跑前跑后 可谓人间幸福 但是老人在此前买了一套房 这套房房产证上只写了老人的名字 老人也一直有想法 把这个房子拿给孩子继承的 但是只是留下一段录音 并没有真正的形成文字 那在老人去世之后 这件房子的继承却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 因为办手续的人员告诉他们 老人还有一个儿子 你们必须要把这个儿子找来 经过儿子同意这个房子 才能够写到这个女儿的名下 而儿子来了之后 狮子大开口 要分这个房子 第一审就是裁了35% 给这个从来不来往的儿子 就没有这个妓子 就从来没有进过校的妓子 而这个妓子呢 小时候磨磨咚咚咚和老人在一起 实际上都是老人照照顾他了 他不可能照顾老人 但是呢 人家就是老人的妓子 这个名分是没办法改变的 所以呢 这个一审判决之后 引起轩然大波 大家都非常的反感这样的事情 但是法律却是这样的 这个法律无情啊 但是二审宣判 最近宣判下来了 这件事情 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呢 改判这个妓子 拿走10% 但是想想 在黄浦区的一套房子 上千万总归是要的 就这样一百万 就人家说真是不要脸啊 要钱不要脸 这大嘴一张 一百万拿走 所以这个事情 确实是蛮让人心痛的 老人呢 对自己的这个财产啊 确实要做好这个分配 留下一些明确的说法 千万不要让一些 因为法律原因出身的事情 把这个家庭呢 真的给搞支离破碎了